嗨大家好,我是戴毅 今天我們來開箱我新買的海水缸燈具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箱吧! 那這一次我買的是隱磨奇的X60 那這一盞燈是我玩海水到現在的第五盞燈了 為什麼會選擇這盞燈讓我的魚缸來使用呢? 看下去 我現在要來拆箱 這就是隱磨奇的外包裝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盞隱磨奇X60的外包裝 那這邊正面有一個LOGO 然後側面有一些配送的字樣這樣子 你可以說它的外包裝做的簡潔有利 也可以說它在包裝上面的用心程度毫無誠意 那對我來講可能是隱磨奇把外包裝的成本投注在燈具的本體上 那我先來講為什麼會選擇隱磨奇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因為它是屬於台灣製造 所以我覺得在日後的保固上面會做得比較紮實 而在維修零件上面也會來得相對容易取得 台灣的品牌還不讚瞎一下,是吧?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把包裝打開來看它葫蘆裡面到底賣了什麼藥 這樣看得到嗎? 我把鏡頭調低一點 OK 那如各位看到的呢 這就是隱磨奇X60的內包裝 那首先呢這個用氣泡布包裝起來呢 這個是它的壓克力掛架 對 然後呢中間會有一張這個像是DM 那這邊應該是設定它的數值的燈具的東西 對 然後呢這邊會看到這是燈具的本體 這是隱磨奇X60燈具的本體 對 然後這邊有它的LOGO 有兩顆風扇 對 然後這個呢是它的保固書 然後用這個 這個是電源供應器 對 那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鋼繩 可以讓你把燈吊起來 那我們把主燈呢特別拿出來看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盞X60呢 它是由六顆光源模組所組成的 那據官方的說法呢 它每一顆的光源模組呢 有十二顆三瓦規格的LED晶片所組成這樣子 然後上面呢 是有它們獨特專利的矽膠透鏡 讓整個混光呢變得更加的自然 那在背面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有兩顆風扇 然後每一顆風扇呢 上面都有一個它們頂磨奇的LOGO 那背面呢它感覺就是做鋁合機 然後把表面機做大 讓散熱呢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那我再講一個 為什麼當初我會選擇隱磨奇的原因 因為隱磨奇的燈具啊 讓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的厚重扎實 我覺得有一種格外的真材實料的感覺 這樣的燈具呢 我用起來呢 會相對的比較安心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上缸試試看 哇靠 太美了吧 你看那個水波紋 我覺得它的質感呢 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尤其是它的壓克力水晶掛架 真的是太美了 那這一盞燈呢 它是由手機藍牙APP控制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去操作它的介面吧 OK 當你要控制你的X60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下載隱磨奇的 iOS CRX這個軟體 然後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連接這個X60 那它藍牙配對要求 通常第一次呢 都是6個0 1 2 3 4 5 6 好 好 那當配對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控制你自己的時段 然後呢 這邊可以儲存 那這邊呢 這邊呢 就可以自由調整你要的光譜 那A呢 是白光 B呢 是藍光 C呢 是紫光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控制 你的白光 那可能我先把全部都關掉 那白光呢 給你們看它的顏色大概是這樣 比較偏黃一點 對 然後再加上它的藍光 和紫光 對 那全開呢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然後之後呢 它這邊有很多的時段 你可以去設定每個時段呢 它要的光譜 然後再從這邊設定時間呢 就可以完成一整天的日出日落模式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盞燈的第三個原因 各位知道 我在上一缸 1.5尺立方缸使用的燈呢 是用 Z-Light 6500這一盞燈 那這一盞燈呢 它的設定數值呢 第一段呢 是白光 那第二段是藍光 那第三段呢 是彩光 它的彩光呢 包含了 綠、紅、紫等顏色 簡單來講呢 今天我把我的彩燈數值調低 那我的紅、綠、紫 會跟著一起下降 那有時候我想要我的紫燈高一點 我的紅跟綠又不想要那麼高 這時候它沒辦法分開調 所以會造成我很大困擾 那剛好呢 這一盞 一模棋 X60呢 它的第三通道就是 紫光的部分 我的紫光呢 可以另外調出來 那我覺得 這對我在飼養、珊瑚方面 會有很大的進步 再加上呢 Z-Light 6500這一盞燈呢 那時候呢 它的光呢 每一顆呢 燈珠都是分開的 相較於影模棋呢 它是由一整個單元模組所組成 所以比較不容易有Disco效應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兩萬塊錢買一盞海水燈值得嗎 這個問題呢 我保證現在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不知道珊瑚呢 在這盞燈飼養的情況下 它的表現 它所出來的陳色是如何 那還要再做長期的觀察 我才能知道 這盞燈到底值不值得 但是呢 就目前開箱的進度而言呢 我對這盞燈呢 在外觀 在它的感覺 在它的質量上面 我是滿意的 OK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別忘了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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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